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餅帥富永出道13年負面新聞多多 又說他和前成員不和 又說他整容、唱歌、走音、薄劍步 blablabla一大堆 但他有為這些事不開心 還曾經幻想抑鬱 那段時間差不多三個月 我差不多每天在家可以看到一本書 又怕一出去又被人寫、又被人說 一見到人就會容易突然想哭 然後或者是吃不到東西 又會想有 就是經常都有這樣的情感 睡不著覺完全是 我就是說話很不厲害 然後很容易令到人誤會 一定有自己的問題 樂觀一點去想 其實大家都很喜歡談論我 我以前其實很介意 我為何會這麼喜歡現在會在內地拍劇 寧願靜靜地沒有新聞 就是因為我不想有太多 令到自己不開心的負面新聞 對於感情事 Therisa就說要隨緣了 而剛剛新婚的林夏眉都說要隨緣 不過她是說生寶寶 我覺得這方面我們都隨緣 其實沒有說編排一定要幾時 但是如果有就很開心迎接 慢慢來 因為都要工作做了先 嗯 不知不知不知 宣傳完先 宣傳完先 我要好地心思宣傳 既然都打算做人都是停工好一點 因為拍攝時很多意外 賀杯完之前就不小心跌進我屁股了 那些朋友說我侮辱的 那這次呢 我侮辱 我侮辱 對啦 那這次就很開心啦 那拍一拍套氣 原來可以令到 不得右面有個硬塊 那就好像 即是豐滿一點 現在坐椅呢 就要坐 只坐左邊 好性感 即是只坐左邊 對啦 右腳要保持住 對啦 坐一半 對啦 之前就有傳章 章子儀已經懷孕六個月 之後就被網民拍到她和汪峰現身 落參加機機場 還說章子儀是去美國代產 不過章子儀的工作室就否認 說他們只是去美國度假而已 其實章子儀有了的消息是有跡可尋的 早前就流出一張章子儀吐吐吐的相片 已經令到大家嘔嘴了 而且她出席活動的時候 都是保持穿鬆身衫和平底鞋 而之前子儀幫汪峰的新歌 無處安放拍攝MV 都是穿鬆身衫 又甚少全新的鏡頭 現在就去片看一齊猜猜 究竟子儀是不是有了